好的確在這樣下去 很多行業都快要撐不住了 尤其現在又以這個旅遊服務 還有住宿餐飲業者可以說衝擊最大 這是最新的統計數據了 目前國內有將近2500家的業者 放無薪假 而受影賞人數則多達了 一萬五千多人 尖台前熱情招呼 一接到顧客點單 馬上被撩肩蛋 只不過明明是早上用餐時間 早餐店的人潮卻是稀稀落落 原本就在漲價 然後生意又變差 然後再影響說現在學校又停課 我們連員工都必須要在家裡面照顧小孩 要快一半了 疫情爆發生意大受影響 儘管無奈店家也只能咬牙苦撐 而根據勞動部的最新數據 實施五星假的事業單位 共有2479家 人數一萬五千781人 比上席增加768人 其中旅遊服務和住宿 餐飲業者重擊最大 而台北市共有727家 5853人通報五星架是6度最多 光是其運輸交通業就直接反映 我們現在人民自主三級 以前政府三級 政府有補助 現在政府不宣布三級 他什麼紓困都沒有 那他倒成一片之後 你再來說做紓困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看不到這個截止點在哪邊 要等到民眾有開始恢復信心之後 大家才會出來重新的消費 疫情受影響的這些產業 可能會無限期的往後延伸 對照去年三級警戒 北市府提出 降稅建築等九項措施 今年疫情加劇 卻還沒有任何配套 就怕民眾扛不住猛烈疫情 市議員們紛紛喊話 要政府立刻啟動紓困 強調已經接受民意 正在延伸方案盡速實施 在與病毒共存的時代 如何在疫情和經濟之間取得平衡 是政府單位急需面對的嚴肅課題 是陳明華 陳影珍 台北什麼的 法定物質